哈囉大家好,我是GHOT很熱 歡迎回到很熱真生活 讓我們一起很認真生活 今天我的晚餐是 這個農心的辛拉麵 但是呢,它是雞辛 好不好 非常非常辣的意思 我們就來試試看囉 認真的體會 認真的感受 每一種泡麵 每一款泡麵 也是我們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體會 農心 它叫你方式的話呢 就是加入550ml的水 然後煮4分半 OK 料理去 GOGO 550ml是不是 我們大概大概就好 OK 這一個鍋子是900ml 然後一半 好,大概就這樣 550ml 雞辛農辛 辛拉麵 原型的泡麵 哇 放下包 辛 辛 沒有在跟你客氣的喔 這個降掉之後就全下了 4分19秒好不好 沒有,剛才已經讓它組了 射電機時期的時間也算在裡面 唉唷,不到一分鐘了 打蛋 單手打蛋 是一個我們社會人士必備的一個技能 洪主建議時間到了 家裡有一片cheese 這片cheese屬於我 nice 這邊Cheese 這個醬被我撕破了 很難撕喔 但是還是非常的美麗 好這就是我的晚餐 龍心雞心的辛拉麵 配一顆蛋配一顆起司 然後還有一些雞胸肉跟燙青菜 都是水族的 當然還有單純的水 辛拉麵來了 先吃一塊雞胸肉 點點胃 要把你這麼兇猛的猛獸進入到我的胃 沒有東西長住 Oh yeah 第一口來 有起司,然後有點蛋 各位,來啦 衝鋒獻證,我先上 先吹涼 我是貓舌頭 因為都很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加起司的關係 喔 沒有 辣度上來了 辣度上來了 我先感受一下 再跟你們講他的辣度 嗯 不知道你們沒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是有個辣度度數論 就是你從小辣走到 中辣要十步 中辣走到大辣要十步的話 這個基辛口味的拉麵 他辣度我個人 給他放在 小辣走七步到中辣的位置 那我個人是可以接受 中辣大概走七步到大辣的位置 所以他其實算在我的 低標嗎?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的辣 還可以接受 當然我覺得他應該也不會 涉及到太辣 讓人太不能接受的狀態 畢竟 這還是大眾取向的泡麵 其實真的很燙 他的辣其實就是 欸 吃進去大概五秒之後 有一個瞬間 你會覺得說 辣來了 來囉 好 來了之後 過三秒 走了 跟你打清招呼他就走了 他並不會 停留到你的舌頭 你的喉嚨太久 就會覺得這個辣 收手 真的要挑戰極致的辣呢 欸 我也不敢 單純就是沒吃過這款泡麵 辛辣麵有吃過啊 沒有吃過 雞心的這一款 真的比起辣我更怕燙 嗯 嗯 剛吃這一口 沾滿辣汁的 花椰菜 喔 相當帶劍 相當爽 滿好奇這個辛辣麵 大家給他的評價 他的辣度大概在多少 喝一口他的湯 吃他的大概真的就是 小辣走西部 喝到湯的話呢 大概中辣走兩步囉 會流汗喔 哇 不過真的也不得不說 龍心的泡麵真的好吃耶 他的麵條 麵體 嗯 相當的讚 難怪他可以就是 穩坐 泡麵銷售前幾名 你這樣幹嘛 吃這個辣還是會流汗 還是會熱 哇 吃到流汗了 欸我真的覺得 先不論這個 辛辣麵的辣度 接受得了 接受不了 這款泡麵的麵 真的是好吃耶 整個味道都調得很好耶 好吃耶 如果你接受不了 那麼辣的人 你可以去買 我覺得龍心其他款的泡麵 也是相當不錯耶 再喝一口湯 就不能再喝了 要不然 要洗身 好爽喔 沒了 好 這就是 龍心 辛辣麵 雞心 的版本 好不好 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給予高度肯定 相當好吃 我 還是會再回購了 好好吃喔 辣度我本人也是可以接受的 就像我說的 如果你只吃他的麵 沒有喝他的湯 沒有純喝湯的話 大概就是 小辣往前走七步 靠近中辣的位置 那如果你喝湯 他的湯大概是 中辣往前走兩步的位置 好不好 那個辣度 大家感受一下 喝個水 好 那就這樣吧 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的晚餐 龍心 辛辣麵 雞心版本 蠻推薦大家去吃的 相當喜歡 好 影片也結束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居哈很熱 這裡是很熱就是生活 讓我們一起很認真生活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留言 然後可以的話 就分享給你身邊的人 掰掰